3,2,1,Action! 大家好,我是Beezer 這個是1-6,3-2-I-1 Channel OK,請進來吧,這個是我的助手 又是我兒子 大家好,第二部分 跟大家繼續說玩具 這一部分好,為什麼好呢? 不用讀稿 不用示範 只說玩具 講我的DIY玩具 OK,在前面這幾個 大家看到有沒有 相信如果在80年代初 應該對這幾個漫畫造型 一點都不發生 沒錯,這幾個就是 漫畫中華英雄的主角 華有華英雄,無敵 金太寶,鬼木 哇 這幾個 模型 就是我在 有機遇的情況下 找到他們的衣服 就改造出來的 相信如果在那個年代 有看過漫畫的 對這幾個模型 一點都不會陌生的了 好,我們逐一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會 製造了這幾個模型 其實就是 之前 前幾年 在二手市場 看到一間公司叫威龍 有人放出來 一個二手的物品 應該都很久了 就出了 我看到有華英雄,無敵 和鬼木 當時 我知道文化傳訊 好像也有出過類似 中華英雄的模型 那時候 是 鄭醫健 那樣子 但我比較喜歡威龍 這個系列 他的衣服 他的兵器 都很好 我覺得比文化傳訊 出的那個 好很多 那我就決定買回來 先 這個就是跟我之前 剛剛開始說的 那個原理一樣 有些模型 他的頭條不行 但他的衣服 和配件很好 那我就先買回來 再等待有機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 碰到有些頭條 那我就自己再改 那這幾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我買了回來 那剛巧當時 Ander Bay 又出了一個風雲的系列 那其中 大家都知道 風雲裡面 無名就是華英雄 他那個真人就是 何家勁扮演的角色 那 哇 非常之好 那我就看到 咦 華英雄 我覺得 最像 最像 華英雄那個人 就是何家勁 那 剛巧Ander Bay 又出了一個頭條 那我就 嘗試在二手市場 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人 放這個頭條出來 我就拿去改裝 改裝 改裝成今天 現在大家看到的華英雄 那 他的劍 我也有做過少許的改動 因為他的比例 那個劍柄 是有些不對的 那我做了少許的比例 一會兒我再去Cold Shop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 那頭條呢 那我就 跟他做些 其實不是直髮 其實是 是 放頭套 我 我未知 厲害到可以做直髮 這麼厲害 我知道現在最近 在Facebook 有人 鋪一些直髮 將 Marple的Superhero 嘩 直到很漂亮 那些 直髮高手 我不是 我就純粹是 買頭套 很簡單的方法 那 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那 那 自己都很滿意的 因為 應該我自己 上Google搜索過 都 沒什麼 誰會做 做華英雄 這個 有啦 但是 不是很像 那我覺得這個 我自己很滿意的 也有很多人 其實有很多人 問我 放不放這個 公仔出來買 那我暫時都沒有 打算做這個 好 那第二個 就是 無敵 那有了華英雄 當然一定要有 對手 華英雄的最大對手 是誰呢 無敵 沒錯 就是無敵 你也知道是無敵 很厲害 那我又考一下你 無敵這個頭 我在哪裡改出來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 嘗試 近一點 給大家看 好 大家可以看清楚 大家看不看到 無敵的頭 能否認得出 給我猜猜 給你猜猜 給你猜猜 好 嗯 嗯 究竟是誰呢 嗯 好像 很有印象 對 好像 好像 也在移民 似燈的 Marvel這個人 沒錯 那究竟是誰呢 你可不可以 跟大家說一下 是誰的 頭雕呢 我猜猜猜 我猜是Dr.Sing 那當然不是 Dr.Sing 當然不是 Dr.Sing 是旁邊 沒錯 OK 無敵的頭 我就是 改自 X-Man Woofer Ring 這個頭雕 大家 都沒有想過 無敵就是Woofer Ring 為何會找這個 其實 在我決定用這個頭雕前 我已經比較過其他所有的頭雕 誰最似無敵 以及面部的表情 因為我不需要它有硬 無敵是慢的 暈暈當中 我看到Woofer Ring 這個頭雕 很好 好似 那我就 跟她做 手腳 改裝 拿走她的頭髮 拿走她的鬍 再跟她整盲 整盲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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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再加工 加多一些胡蘇 下面的胡蘇 還有 當然也是 跟她搶一個頭套 加她的頭髮 這個頭髮 我自己做得很滿意 因為我覺得 毛迪 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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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像 一條條刺 刺出來的 那我就用 又是買一個頭套 跟她 逐一拍 逐一拍 套下去 哇 出來的頭髮很好 很好 好甜 怎樣 左手 這兩個頭 這兩個 這兩個 一會兒我慢慢再介紹 不用緊張 See you later Come back OK 好 毛迪完成之後 我第三個改的就是 鬼博 其實鬼博的部分 不是很多 因為她 她戴完面膜的頭髮 都不知道是誰 純粹我把比例 面膜的面膜 縮小一點 比較窄 之前她的面膜 是很闊的 那我就 黏死她 我把她的面膜 找 挑剔刀 刮薄她之後 讓她有些軟化 我就跟她的面膜一起黏 讓她定型 面膜 就 削了一點 不會像之前的面膜很大 就不太好看了 而且 我在她的手 那方面 加了少許 加了少許鐵脂 可以擺出她的 靈空衣服的動作 不會兩件衣服 不太好看 大家看看 我可以將她屈來屈去 她的手 的鐵脂 還可以保持 她的衣服 有些擺動的動作 基本上 鬼伏 改動不算很大 是幫她換個身體 還有 幫她找回這條邊 最重要是找回這條邊 其實這條邊 我也不太滿意 或者 將來有機會 再碰到一條 比較漂亮的邊 我會在裡面加鐵線 加一條 右的鐵線 她就可以擺出 鬼發鐵邊弓的效果 就更好看了 好 之後 完成了華英雄 無敵和鬼伏之後 三缺一 覺得很冷清清 打麻將也有四個人 我自己就決定改造 最後一個 這個 其實之前也沒有想過要做的 但後來就是想想 中華英雄 中華英雄 角色裡面 有誰是 也是一個很好的奸角 我就想到金太寶 金太寶 金太寶 大家看看這個頭雕 又要認一下 是誰來的 這個頭雕 這個頭雕是哪個呢 啊 一會兒我 我轉換給大家看看 我猜是 你猜是誰呀 Superman 不是啦 不是Superman 都差不多了 是DC裡面的一個角色 對啦 DC還有哪個 好像金太寶 那麼英俊呢 要看多一次 看多一次 你前面看 前面看清楚一點 前面看 前面看 像誰呀 像DC的哪個Superhero 像 對啦 快點開估吧 就是 Batman 沒錯 就是Batman Batman 這個就是 Batman 三部曲 那個頭雕來的 那我就覺得 他這個樣子 夠 夠凶狠 夠凶狠 那個男主角 本身也有少少少 以前我看過 他一些電影 都覺得 這個男主角 有些 他的樣子 有些變態變態的感覺 看過 那套叫做 不知美國什麼 美國 忘記了啦 總之是說 一些殺手 他就是做那個變態殺手的 所以我覺得 我就找了他這個頭雕 去改造金太寶 金太寶本身也是一個外國人 尤其不可能找到華人去改 那我就用這個頭雕去改 至於服裝方面 這個服裝的大工程我又有 這個珠片 是我特意在外面的手工店去找 看看有沒有一些珠片 可以造成這個銀輪戰衣的效果 那又找到一些珠片 那 就 先找一個 身體 慢慢慢慢 把珠片慢慢一塊一塊地 屈過去 那 都連了我三天 我記得我幾鐘 所以這個真的都不容易做 那之後我就配合它漫畫 那些衣服的顏色 白色褲 它那個螺收門 有個袍 還有 它那個 裝飾品 我都根據那個漫畫 去挑選出來的自己 用AB膠挑選出來的 所以其實AB膠很好用的 那 就 我先放回頭 那 就 就是這樣 我就 完成了這四隻 中華英雄的模型 那 自己都非常滿意 那應該 那 我暫時都未見到 有人做這個 中華英雄的模型 或者有都不是太像 通常他們都是 放正這件的樣子 那 都是用舊 但是 我始終覺得 何嘉健的造型是最像的 所以我最終 就是拿了 Anna Bay的模型來改 對 是 坐下 是 坐下 怎樣 哈哈 哈哈 好 現在 我用相機 轉向它 給大家慢慢欣賞清楚 怎樣 這個要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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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腳架太長了 好 我先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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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鬆開 先鬆開 我先放一個 細腳架 安全起劍 等等等等 先放好 不用急 鎖緊它 這樣 你呢 就慢慢 一個一個 好 好 由我助手 一個一個 從男主 開始 華英雄 但不要鬆太近 Gopo 原來 你鬆太近 它看得不清楚 而且也不太尺 否則別人看得不清楚 如果遠一點 這個呢 我下次會再改善一下 這個Gopo 原來它鬆開 它會outflow 你看 華英雄 很小 和華英雄 很接近 很滿意 再看看 過來 助手 這裏 無敵 嘩 這裏 這裏 助手 你也不放過 你這麼厲害 沒有 純粹大家和別人分享一下 你看無敵 這個 這個拿著一把 霸藥刀 好 再隔離 金太寶 給大家看清楚 不用太近了 看看它的樣子 這個就是 蝙蝠後 蝙蝠後變成金太寶 而且最重要是 看看 那些 細節的部分 這裏 有樣子看的 還有銀輪戰衣 一片一片 真的 黏到我手都軟了 那三天 對 最後 鬼博 鬼博改得最少 好 看多次 懷彥紅的樣子 何嘉敬 非常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麻煩你助手拿著 我要補充最後一句 拿著 DADDY是最厲害的 不要這樣說 始終這個 玩玩具 我就覺得 一定有更多 世外高人在外面 只不過別人 沒有 鋪他的作品 出來給人看 那我就 其實最希望 就是 多些高手 可以 放更多 他們的作品 在網上給人看 大家分享一下 那始終 如果不是 自己收藏了 沒有人知道 其實都 沒有 怎麼說 總之 越多人去玩 去改裝玩具 其實就是越好玩 那 怎樣 左手有補充嗎 The more the better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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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補充一點點 那 如果大家看過 我這個製作 覺得是 都不錯 挺好看 那就可以留言 看看什麼意見給我 或者 給個讚 那 還有什麼想補充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想補充 就是 其實 這個 拍我 先 這個節目 本來是 上年 已經 有這個構思想 介紹這個玩具 這件事給大家認識 但是很可惜 就是 一直都自己沒有時間 又 因為要工作 又或者是 因為 接了工作 接了一些 職業 幫人改裝玩具 那 就 沒有這時間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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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現在 全世界發生什麼事 又 真的 機緣巧合 之下 現在 每天都留在家 又 很空 那 就決定 製作這個視頻 給大家看 其實 真的 有些是 天時地利人和 剛好在一起 就做了這件事 那 那 也是 那一句 趁自己 還可以 發表自己作品的時間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就去做了 正所謂 今天不知明日是 那 好啦 暫時是這樣 那 第二輯呢 我就會 構思一下想跟大家說些什麼 其實都大概有 有構思的了 那 那當然 下一輯幾時見就真的不知道 那 因為都 不是 不是容易的事 真的 對著鏡頭說話 很難的 怎樣 還有什麼補充 我們看多一次 全部的 Feed 啊 那我先說完最後一句 對 對 那 如果大家有什麼 想詢問的 關於怎樣改裝Figure 也可以留言給我 那 OK 最後一句 就是 我的十字真言 什麼十字真言呢 就是 玩具沒有完美 最重要是好玩 See you later 這個是哪個 這個是鬼博 不要手抖 不要手抖 這個是哪個 這個是無敵 這個是哪個 這個叫做金太寶 還有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主角 這個是哪個 華英雄 OK 下次再見